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向習近平要人 全球各大城市同步發起大規模抗議 中共國務院急推24條挽救外資 外商卻唯恐避之不及 美聯社罕見拍到黎智英在獄中 披露 囚禁情況 突發 巴鐵中國工程車隊在一帶一路旗艦項目預襲 多人傷亡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12號星期六 亞洲時間星期日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報導和分析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 會推渡勇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向習近平要人 全球各大城市同步發起大規模抗議 高智勝律師 您在哪裡? 本週日 全球多座大城市同步舉辦聲援高智勝律師 譴責中共的集會 很可能成為去年白紙運動以來 全球最大的抗議中共活動 高智勝妻子耿和在推特上公開喊話習近平說 6年前 實質習近平執政期間 高智勝在陝北老家離奇被綁架 沒有向家人出具任何的理由及證據 此後 中共當局不允許立案調查 也從未向家人告知 高智勝的任何處境 耿和說 有證據顯示 綁架高智勝的命令來自北京高層 耿和嚴正要求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共當局 立即公布高智勝在拘禁期間的真實情況 出生在陝西的高智勝是中國維權律師界領軍人物 被譽為中國良心 他多次代理法輪功學員 基督教地下教會信徒 和其他基層民眾的敏感案件 並多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 被中共非法關押期間遭受過令人難以想像的酷刑 據營救高智勝連署召集人 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執行長洛杉磯 民主平台負責人之一 紀立件發出的名單 參與或聲援抗共集會的民主團體多達64個 分布在美國 加拿大 紐西蘭 英國 荷蘭 冰島 日本 韓國 台灣 緬甸 柬埔寨等多個國家 參加抗議的除了大陸維權人士 還有六四紀念館、對華援助協會、維吾爾和藏人人權組織 基督教公益聯盟、西安教會、藝術家協會、港人組織 學者聯誼會、獨立作家出版社等 這一活動有可能成為集合最多信仰團體的抗共活動 活動材料已譯為英德日、韓語等多餘種 發送到美國白宮、聯合國、世界人權組織、各國政要及議員辦公室等 中共國務院急推24條挽救外資、外商卻唯恐避之不及 中共國務院週日13日發布了24條政策措施 旨在吸引外資 這些措施包括支持外商在道路設立研發中心、保障待遇、推動項目盡早實施等 然而 雖然北京急於挽救外資 但今年以來的一些政策與實際似乎產生矛盾 根據中國歐盟商會於6月份公布的一項調查 受到中共監管措施和政治化因素的影響 許多歐洲企業對中共的營商環境信心大幅下降 甚至有四分之三的企業重新考慮了其供應鏈策略 其中12%的企業表示已經將部分業務撤出中國 中共最近頒布的《反間諜法》引發了外國公司的警覺 其中 間諜活動的定義相當寬泛 美聯社的報導 這導致許多外國公司 將他們的投資和亞洲總部從大陸撤出 中共《對外關係法》以及修訂的《反間諜法》7月1日生效後 美國政府建議公民重新考慮是否前往中共旅行 以避免中共當局任意執法 禁止出境及錯誤拘留的風險 此外 中共還宣傳全民舉報間諜 這進一步讓外國投資人望而卻步 中共國家安全部一日發布一項公開社會動員令 鼓勵全民舉報間諜 宣布舉報有功者將獲得獎勵 《華爾街日報》報導 這種政策背景下 許多西方公司對在中國投資感到擔憂 許多商業顧問和律師表示 中共對西方公司的調查 特別是突擊搜查、全球諮詢公司、貝恩公司等事件 已經造成了恐慌 美聯社罕見拍到黎智英在獄中 披露囚禁情況 美聯社記者路易斯·德爾默特 拍攝了香港著名民主活動家黎智英 在赤柱監獄的獨家照片 黎智英曾是蘋果日報發行人 等待可能終身監禁的審判 每日在嚴密監控下單獨囚禁約23小時 照片顯示他瘦弱 穿短褲 涼鞋 手持書本 被兩名獄警護送 每天獲准外出鍛鍊50分鐘 但與其他囚犯不同 他獨自走在看似5成10米的圍欄內 回到沒有空調的牢房 黎智英是英國籍 但他被指控與外國勢力勾結 危害國家安全 以及密謀呼籲對香港或中國實施制裁或封鎖 他的審判原定於去年12月 但延至9月 因香港政府阻止他聘請英國律師 黎智英兒子塞巴斯蒂安表示 黎智英之所以被關押 是因為他多年來對權力說真話 拒絕沉默 他每月可接受兩次30分鐘親朋探訪 通過電話交流 黎智英患糖尿病和高血壓 卻被作為A類囚犯對待 而A類適用於嚴重罪行的囚犯 突發 巴鐵中共工程車隊 在一帶一路旗艦項目遇襲 多人傷亡 事發地瓜德爾港 是中巴經濟走廊的重要一環 也是中共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 意在加強兩國交通 能源 海洋等領域的合作 特別是讓中共租下戰略地位 十分重要的瓜德爾港為期99年的經營管理群 為中共介入印度洋 開闢了一條全新的快捷通道 但是中巴經濟走廊項目的興建 卻遭到瓜德爾港所在地的比露芝省民眾的反對 因為當地從中受益不多 比露芝解放軍等團體不斷襲擊中共人員和設施 13日 巴基斯坦西部 比露芝省瓜德爾港發生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 襲擊者聲稱 中共四人和八國軍警九人上升 但中共黨媒《環球時報》保任有中國人傷亡時稱 中方一支接機車隊在瓜德爾港警察局附近遭遇襲擊 車隊包含三輛SUV和一輛面包車 車上共有23名中方人員 巴基斯坦媒體引述分離主義的比露芝解放軍發布的一份聲明說 此次襲擊由比露芝兩位戰鬥人員負責實施 襲擊的目標是中國工程師的車隊 襲擊者與巴基斯坦軍警進行了激烈的槍戰 並引爆了炸彈 整個事件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至少四名中國公民和九名巴基斯坦軍方人員喪生 另有數人受傷 這只是初步的信息 傷亡數字後續可能升高 法新社報導表示 比露芝解放軍通常會誇大其襲擊的成果 而巴基斯坦官方公關部門則會淡化或延後透露襲擊的具體情況 2022年4月 一名比露芝解放軍女襲擊者 在卡拉奇大學孔子學院門口引爆炸彈 造成三名中國學者和巴基斯坦司機死亡 同年 2021年4月 比露芝省奎達的塞雷娜酒店發生爆炸案 導致四人離世 中共駐巴大使農容幸運地躲過襲擊 同樣在2021年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輛搬車爆炸 造成12人去世 包括9名中國工人 儘管巴基斯坦當局稱其為事故 中共方面堅稱這是一起恐怖襲擊事件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人民日報造反 習近平缺席災區 一盤大棋 習大比拼毛澤東 中共當局危機四伏 致命威脅如影隨形 馬斯克與扎克伯格約架場地定向 史詩級地點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也歡迎您在甘金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再會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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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